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 祖阿 你在你精伦的行动里 看见虽然在黑暗处臭的 逝世时代 你的子民都丢弃你 但是你却保守了 一个磨牙女子 虽然是被咒诅的 但是她要你 也要成为你的子民 要把你当作她的神 她也愿意来遵守律法 你也预备了伯阿师 祖阿 也是照着你所说的去行 主耶稣 虽然两位都是平凡的子民 但是他们却是在黑暗中 发光的心 祖阿 是像出污泥而不染的百合 祖阿 我们也愿意在今天 这黑暗的世代中 也能够做你的伯阿师和路德 单单要你 也愿意与你来联合 来结束这个邪恶的世代 带尽你的国 奉你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来到圣经中的人物 第145篇 我们要看路德记的第三篇 路德寻找他的安息 以色列人被摩西带出了埃及 经过了40年旷野的跋涉 他们终于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 进入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虽然摩西和约书亚再三的劝戒 警告百姓 他们要全心全意的爱耶和华神 遵守神的诫命 就可以在应许之地蒙福 如果他们离弃耶和华神 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神也会降下各种灾祸 来警告他们悔改归向神 这个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就是落在了善恶知识树里面 然而就在第一代人过去之后 以色列人就不认识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去随从跪拜别神惹耶和华发怒 全以色列地遭到了饥荒 连号称粮食之家的伯利恒也有欺荒 在伯利恒的以利米勒和妻子 纳欧米没有因此向神认罪悔改 却带着两个儿子逃避耶和华神管教的手 往摩押乡间去寄居 想避过欺荒就返回 可是这位无所不在的神 对他的子民一面爱护至极 另一面也在他们犯罪的时候施以管教 神的管教不是人可以用小聪明或手段来逃避的 不久以利米勒死了 他原先想躲避的摩押地 成了他的脉骨之地 他妻子纳欧米为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摩押女子为妻 一个叫尔巴 一个叫路德 但是在这两个儿子都还没有生子之前 也都死在摩押地 这下子 纳欧米这个寡妇不仅没有了丈夫 连两个孩子也没有了 她成了一个无依无靠 没有盼望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 纳欧米听见耶和华眷顾她的百姓 试粮食给他们 就醒悟过来 她和丈夫带着儿子想要逃避神的管教 却惹来了丈夫和儿子都死了 她认出这是耶和华伸手攻击她 她就在神面前柔软下来 不再躲避神 而是要回迦南地区 两个儿媳也都想跟着她回去 纳欧米向他们提到 她不能再生子的绝望 因为摩西的律法规定 寡妇不可以再嫁 要由丈夫的兄弟娶过寡妇 来为兄长留后 她自己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 不能再有丈夫 不可能生子 等儿子长大来和两个媳妇生子 所以他们跟她回去 后半辈子都会非常艰苦 无法生活 不如他们回娘家去 等机会另外嫁人 莱奥尼祝福他们 愿耶和华以恩赐待遇 她不但认识她所遭受的 都是耶和华来管教她 所以她自己要归回耶和华 她也以耶和华的名 来祝福两个将要离开她的儿媳 于是尔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 只是路德紧紧跟随的婆婆 乃奥米说 看哪 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名和她的神那里去了 你也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吧 路德说 不要催我离开你 回去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那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名就是我的名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那里死 也葬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分离 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法于我 乃奥米看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 就带着她回到伯利恒 合成的人就都因他们惊动 父你们说 这不是乃奥米吗 以利米勒和乃奥米 原先在伯利恒应该是个望族 相当有名声 所以众人都认得他们 可是原先算是富有的 哪奥米 现在怎么成了这个落魄 憔悴 可怜的样子 所以合成的人就都因他们惊动 父你们说 这不是乃奥米吗 乃奥米对他们说 不要叫我乃奥米 要叫我马拉 因为全主者使我受了大苦 我满满的出去 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耶和华使我受苦 全主者以祸患代我 既是这样 你们为何还要叫我乃奥米呢 乃奥米这名字的意思是 我的喜悦 甘甜 但是她现在的心情和境界 是凄苦的 悲惨的 所以对人说 不要叫我乃奥米 要叫我马拉 因为全主者使我受了大苦 我满满的出去 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耶和华使我受苦 全主者以祸患代我 马拉就是苦的意思 乃奥米和路德回来的时候 正好是收成大麦的时候 为了要有粮食吃 路德主动地请求乃奥米 让她去麦田 拾取尼洛的麦穗 当作粮食 摩西的律法规定 你们收割地的庄稼石 不可以收尽 割尽田脚 也不可以拾取 收割时所遗落的 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 如果望下一捆在田里 不可以回去拾取 要留给寄居的 和孤儿寡妇 这样耶和华你神 必在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于你 这个有恩典和怜悯的条例 是神特地为路德预备的 也是为全人类预备的 因为有了路德 后来就有了大卫 也有了主耶稣基督 所以是为了全人类的 他从外邦地来 人身地不熟 但他凭着信心说 我在谁的眼中蒙恩 就在谁的身后 拾取卖穗 他也恰巧来到 波阿斯的卖田里 这个恰巧不是偶然的 是神的主宰安排 而波阿斯也正好 就在这个时候 来到了麦田 看见路德 就问监公 这个女子是谁 监公说 是那个磨牙女子 特别点出来是那个 就是很特殊的这个 是谁从 纳奥米从磨牙相间回来的 他说 请你让我在收割的人身后 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 他早晨就来了 直到如今 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 一直留在这里 路德的殷勤做工 已经给工人们 一个良好的印象 波阿斯的路德说 自从你丈夫死后 凡你像婆婆所行的 并你离开父母和出生地 到素不认识的民中 这一切事 人全都告诉我了 愿耶和华 照你所行的 报答你 你来投靠 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他的仇报 波阿斯有三次加倍地来眷顾路德 首先他吩咐路德 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拾取麦穗 他特地吩咐仆人 不可以来触犯他 让路德 而且可以白白地 喝水 和仆人打来的水 其次在中午的时候 又请他白白地吃饼 甚至到下午时候 吩咐仆人 可以让路德在河捆中 来拾取麦穗 并且要故意从昆里 抽出一些来留给他 这样路德一天工作所得 足够他和纳米两个人 吃上十天了 路德就把所拾取的 带回去给婆婆 又把他中午吃饱了的 剩的饼给婆婆吃 婆婆看见路德能够拾取 这么多的麦穗 就对他说 你今天在哪里拾取麦穗 在哪里做工呢 愿那顾续你的蒙福 路德就告诉婆婆说 我今天在一个名叫 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 纳米对儿媳说 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 因为他不断地以慈爱 来带活人和死人 乃奥米又说 那个人与我们相近 是我们的亲人 路德说 那个人也对我说 你要紧随我的仆人 拾取麦穗 只等到他们收完了 我的庄稼 乃奥米对儿媳 路德说 你要跟着他的使女 去拾取麦穗 于是路德 紧随波阿斯的使女 拾取麦穗 直到收完了 大麦和小麦 路德仍然与婆婆同住 加南地的收割季节 先是收割大麦 然后收割小麦 持续七个星期 一直到五旬节 当收割季节结束了 路德也就失业了 也就没有了生活的来源 虽然他们目前还有粮食吃 但是坐吃山空是不行的 好 我们来到了路德纪第三章 路德的婆婆 奈奥米对她说 女儿啊 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 使你想福吗 你与波阿斯的使女 藏在一处 波阿斯不是我们相识的人吗 看哪 他今夜在河场上割大麦 你要沐浴抹高 换上衣服 下到河场上 却不要使那个人认出你来 只等他吃喝完了 到他躺下的时候 你看准他躺卧的地方 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背 躺卧在那里 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 安身之处 这是要给路德找一个婚姻的归宿 从婚姻而得到终生的保护 我们不能仅仅从主那里 拾取卖税 得以勉强得保 我们所拾取的卖税 会有吃完的时候 还需要有一个家 使我们能够有定居的安息 有长久的供应 这样的安息 只能够借着婚姻而来 今天我们不仅得救了 我们更要进入教会生活里 能有神的家 作为我们的安身之处 使我们得以与弟兄姊妹一同成长 让主和我们都能够安家 使你想福 这是指的圣灵 要带领我们到主里面 到造会生活里面 得到真正的安息 我们的福从哪里来呢 主耶稣自己说了 凡劳苦担重担的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必使你们得安息 主耶稣是平安之源 因为他说 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主也是所有属天福气之源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 在基督里 曾用诸天借礼 各样属灵的福分 祝福了我们 表面上 这是奈欧米在为路德的下半身 做打算 使您享福 实际上 是神在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寻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的黑暗事实时期 隐秘的预备大卫的宝座 为了要引入神在地上 永远国度的预表 这正是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奈欧米要找出一条出路 为路德建立一个家 也让他自己得享晚年 路德如果要得到一个家 做他的安息 就需要有一个丈夫 乃欧米晓得 做路德丈夫的正确之人 乃是预表基督的波阿师 他虽然是个大财主 却活在耶和华面前 待人接物都宽宏大量 不仅照着神的律法而行 甚至还超过律法的要求 在过去 这些关于约书亚纪 四世纪路德纪的信息当中 主已经给我们清楚看见 我们该如何以基督 为我们独一的丈夫 没有丈夫 也就是没有王 就会带来混乱 厮杀 俯臭 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之下 进入美帝后 因着不忠性 就有一段惨痛混乱的历史 以色列离开 做他丈夫的神 去随从许多丈夫 也就是许多偶像 就使他们落入神的管教之中 在现今的世代 有许多偶像 如娱乐 运动 购物 甚至是政治 使得基督徒变得不忠贞 似乎他们从未认识 基督是他们的主 是他们的真丈夫 结果 许多基督徒就从一地 到另外一地 徘徊 流荡 寻寻觅觅 没办法得到真安息 更是没有安身之处 我们信主得救了 不仅是有粮食吃 更要与主成为婚配 成家 把主当作我们的丈夫 与主一同安家在教会生活里面 虽然照着神的律法 犹太人和摩押人要分开 不应该成为婚配 但是神在他主宰里 他是道路 能够将摩押女子路德和巴斯 带在一起 这条路 首先就是路德主动的归顺耶和华 他说 你的名就是我的名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路德不仅是如此宣告 他更是采取实际行动 离开他原先的摩押地 他的人民进入了迦南地 其次 就是神在律法书中 安排了双重的恩典 这个恩典是讲到两件事情 首先是关于产业的 也就是每地要做他们的产业 在立位纪二十五章 神说地不可以永远卖断 因为地是我的 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户 是寄居的 在你们所得为业的权地 要准人将地赎回来 表示这个地可能已经卖出去了 但是要用赎回来 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 卖了几分地业 他至亲的亲属 就要做代赎的人 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来 所以产业是需要来赎回来的 另外就是关于后裔了 在生命纪二十五章 如果弟兄同住 死了一个没有儿子 死人的妻子不可以出嫁外人 就是寡妇不可以另外嫁人 他丈夫的兄弟 当与他同房 娶他为妻 向他尽丈夫兄弟的本分 妇人生的长子 必归已死的兄弟的名下 免得他的名从以色列中被涂抹 就如同收割的时候 要把遗留下的卖税 留给穷人 孤儿寡妇寄居的 就是为了路德和乃欧米 而这个赎回产业 和留后裔的规定 也是为了他们的 赞美 神的预知和共备 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神就已经为路德 为乃欧米 预备了这两项恩典 神给亚伯 最主要的就是后裔 还有迦南美帝 分给他们做产业的 这两件事 所以神也特意规定了 这两项恩典 但是神也不勉强人 人如果愿意照着律法来做 就可以蒙福 在神的经文中有份 人如果不愿意 就会从神的恩典 神的经文中 失去福分 圣明记二十五章 接着说 那人若不愿意 娶他兄弟的妻子 他兄弟的妻子 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 我丈夫的兄弟不肯 在以色列中为他兄弟立名 不肯向我敬丈夫兄弟的本分 本城的长老 就要召那个人来对他说明 他如果执意说 我不愿意娶他 他兄弟的妻子 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 脱了他脚上的鞋 土唾沫在他脸上 回应说 凡不为自己兄弟建立家事的 都要这样待他 在以色列中 他的名必称为脱鞋者之家 奈奥米对路德说 波阿斯不是我们相识的人吗 原文是 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 意思是波阿斯与他们的关系是很近的 因此他有权利来赎回产业 并且赢取路德 这又是一项主宰全知的耶和华 所做的安排 当时在河场上 拨大麦的方法 就是把河捆 铺在一个空旷的河场上 小心的用脚来踏 或者是用器具来打 使骨粒与壳分开 之后将这些骨粒 收在一起 抛在空中来拨 坑或皮就会被风吹散 比较重的鼓励就会落下 因此打场的时候 必须借助于风 在夏天 风主要是从 傍晚时候 吹到日落之后 因此人们主要是在 这个时候来打场 工人们会一直做工 累了 就在场中的骨堆边 合一而睡 同时也看守 所收成的骨物 纳欧米长在伯利恒 熟悉这种打场方式 就知道波阿斯 今夜会在河场上 拨大麦 要路德抓住这个机会 去接近波阿斯 古代以色列的寡妇 不准抹膏油 并且要穿寡妇的衣裳 乃欧米吩咐路德 沐浴抹膏 换上衣服 这是要他结束 守寡的身份 准备开始一个新的人生 不要叫那个人认出你来 意思是躲在一旁 等待时机 好 跟波阿斯 说上话 因为路德 去拾取麦穗 边上有许许多的人在那里 他不方便跟路 跟波阿斯 讲上这些特殊的要求 到他躺下的时候 你看准他躺卧的地方 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背 躺卧在那里 乃欧米的建议 从我们今天来看 简直是不可失忆 但是那个并非诱惑的行为 事实上 他在告诉路德 要按以色列的习俗和律法形式 找到一个私下能找波阿斯的机会 有些学者指出 因为那个时候 仆人通常就睡在他主人的脚旁 甚至共用被子 这是常有的事 可是那个时刑 都是男性仆人 睡在他男主人的脚边 乃欧米并不清楚这个区别 就提出了这么怪异的建议 我们在乃欧米这个建议里面 也看见了神与撒旦的对抗 撒旦利用这个机会 来试探波阿斯和路德 但是神也用词来试验 他们两个人 是否够资格做主耶稣的先祖 试诱或者试探 都是从撒旦来的 动机和目的 就是要叫人堕落失败 为了打断神的经文 好像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耶稣在受尽之后 被纳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诱 所以魔鬼是来试诱 甚至试诱耶稣的 法利赛人多次来见耶稣 想要试诱他 抓他的把柄 主耶稣也教导门徒祷告说 不要叫我们陷入试诱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是那个恶者来试诱我们的 而试炼是从神来的 也是神所许可的 来炼进他子民里面的杂质 验证他子民 配得做个荣耀的器皿 也同时 就像在诗篇里面说的 耶和华试炼一人 彼得在他的前书中也说 尽管目前在诸般的试炼中 或许必须暂时忧愁 叫你们信心所受的试验 比那经过火的试验 仍会毁坏至精子的试验 更为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显为可得称赞 荣耀和尊贵的 所以我们看见试探和试炼 是不同的动机和目的的 在黑暗 神指明任意而行的逝世时代 路德在找一个丈夫 不仅是能够赎回前夫的产业 也能够因为爱她而来娶她 她不要一个丈夫 只是因为喜欢她的年轻貌美 而有情欲之恋 就像是四世纪末后的时候 那个立位人娶妾一样 波阿斯也在这个四诱跟四恋中 验证了神的拣选 神预备这个器皿 是配做耶稣的先祖 也借着波阿斯打败了撒旦 借着这项以色列人的习俗 路德找到机会 告诉波阿斯 他是他的至亲亲属 来赎回他去世丈夫的产业 他本人也可以来娶路德为妻 这是以色列家族造的律法的事 不带有任何我们今天 所想象的色情勾引 然而在夜里 路德一个女子掀开波阿斯脚上的背 躺卧在那里 的确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 这和路德的民结有关系 虽然河场上还有许多其他工人 也睡在那里 但这对波阿斯的人品 也是个奇大试验 乃奥米吩咐路德 你看准他躺卧的地方 既然波阿斯预表主耶稣 主耶稣为我们定死了 他的死和信徒的死 也都被称为碎了 所以主耶稣所躺卧的地方 就是主的死所成就的一切 那里不仅解决了我们的罪 也定死了我们的肉体 救人 世界 甚至毁灭了那长死权的魔鬼 我们要看准 主所躺卧的地方 就是十字架 主的十字架 是我们应该看准的 我们不要去采用其他宗教旧法 我们也要一直来经历 与他同往躺卧 就是同死 同埋葬 取用基督的死 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 主的脚 是我们该看躺的地方 主的脚也上面是有钉痕的 在那里 主的死是一直有功效的 路德说 凡你所说的 我必遵行 路德就下到河场上 照他婆婆所吩咐 他的一切而行 路德里面对婆婆 有一个顺从的灵 即使婆婆这么去 叫他去做 是非常冒险的 他跟波阿斯还没有到 熟到了这个地步 讲白了 他这样去 就是去向波阿斯求婚的 这对一个卑微 如婢女的磨压寡妇来说 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哪有可能呢 然而 信心就是一件 凭着简单的信和顺从 即使是看来完全不可能的事 就如同神对年老五子的 亚伯拉罕说 你的后裔将要多如天上的重心 并且又对他和以撒和雅各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神怎么说 事情就照着应验 路德一面孝顺婆婆 一面他也知道 是婆婆把他带来了以色列名当中 他要成为以色列人 耶和华神也要成为他的神 他顺从婆婆 把婆婆当作属灵的导师 神的代理权柄 因此婆婆如何说 他就必遵循 路德这个被咒诅的磨压女子 能够如此顺从 因此他能够被神拣选 回到伯利恒之后 也为他安排了许多眷顾和恩典 信而顺从 是我们蒙恩的秘诀 伯阿师吃喝完了 心里欢畅 就到麦堆进边去躺下 路德便悄悄地来 掀开他脚上的背 躺卧在那里 到了夜半 那人忽然惊醒 翻过身来 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边 他就说 你是谁 他回答说 我是你的婢女 路德 请你展开你的衣边 遮盖你的婢女 因为你是我的亲人 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背 躺卧在那里 他心中一定是忐忑不安 既紧张又惶恐 万一被波阿斯拒绝 那会多么没有面子 如果波阿斯又把事情说了出去 那么他在伯利恒要怎么做人呢 波阿斯可不可靠呢 路德是躺在波阿斯的脚边 表示他如同婢女仆人一样 他不是躺在他的身边 去勾引波阿斯 他没有预约过他该有的地位 他心中一定也向耶和华祷告着 就没有睡着 所以当波阿斯一惊醒 他立刻就来回答他 展开衣边也可以翻为是衣镜 就是波阿斯脚上的背 是白天可以穿 晚上可以当背子的外衣 路德说 请你展开你的衣边 遮盖我 意思就是求婚的 例如在以西节书十六章八节 神对以色列人说 那正是你动爱情的时候 我便展开衣镜 搭在你的身上 遮盖你的次体 又向你启示 与你结盟 你就归于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主说的这个话 就是指着主当时去埃及 把他们拯救出来的事情 衣镜和翅膀在西伯来文是同一个字 波阿斯说 你来投靠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而路德则是说 向波阿斯说 求你展开你的翅膀 遮盖我 摩西将以色列人带到了西南身下 神说 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使他们归神 路德则是先主动的 投靠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然后现在又求波阿斯 求你展开你的翅膀来 遮盖我 显示出路德看见波阿斯 这个神所使用的器皿 将是他的归属 这是他的求婚 愿我们每一位信徒 都主动的来投靠主 也投靠在造会生活中 被主的翅膀和弟兄姊妹的翅膀 所遮盖 约翰一书四章 亲爱的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 得了成全 路德对波阿斯说 因为你是我的亲人 这里的亲人 原文是救赎者 不是只是讲到血清上的亲近 是能够救赎的 这包括在立位记里面说的兄弟 或者是伯淑 伯淑的儿子 本家的近亲 但是因为他们是有这个程度上的差别 所以才有所谓的致敬的亲人 谁是比较近的 立位记二十五章的致敬的亲人 是比一般的亲人更亲 才有权利赎回弟兄的产业 生命记二十五章的致敬的亲人 需要娶吴后弟兄的遗孙为妻子 所生的长子要归在弟兄的名下 而不是自己的名下 这对有些人来看是一个损失 所以有人不愿意这么做 如果路德只是为自己享福着想 他可以直接向伯阿斯求婚 就省掉许多麻烦 但是他特别提到 你是我的亲人 表明他是求伯阿斯 以这个专特的身份来取他 这样伯阿斯就需要付出代价的 首先要赎回路德前夫的产业 并且他要跟路德结婚 生的长子是归于他前夫的名下 而不是归于伯阿斯的 因此路德不是只想为自己有一个舒服 享受的婚姻 他既然成了神的子民 耶和华就是他的神了 他愿意遵行神所制定的律法 而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愿去做 这个受咒诅的磨牙女子 如此愿意服在神律法的限制之下 和那些生来就是神子民的以色列人 却不愿意遵行神的律法 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伯阿斯说 女儿啊 愿你蒙耶和华赐福 你末后所显出的恩慈 比先前的更美 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 你都没有跟从 女儿啊 现在不要惧怕 凡你所说的 我必为你行 因我本成的人 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伯阿斯对婆婆的教训 伯阿斯的殷勤 伯阿斯没有给任何人有闲话说 反而是称赞她是个贤德的女人 我实在是你的亲人 只是还有一个亲人比我更近 你今夜在这里住宿 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人的本分 就由他尽好了 倘若不肯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我必为你尽管 我必为你尽亲人的本分 你只管躺到黎明 伯阿斯被路德的心智感动 就忠心地祝福他 愿你蒙耶和华赐福 伯阿斯说路德先前的恩赐 这是指的他孝顺他的婆婆 末后的恩赐 是指的他愿意嫁给年长的伯阿斯 为前夫的家族留后 因此路德的求婚 并非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而是因为爱他的婆婆 想给婆婆一家存留后代 伯阿斯在祝福中称赞路德 因为他年纪轻轻 可以做他的女儿了 原可以按着失恋 失欲去跟从年轻的男子 去追求他 可以结婚 可是他却按着神的律法来行事 也是向着他丈夫的家 路德的婚姻观念 是对一个家庭从一而终 这个真是难得 波阿斯显然也很喜欢路德 他本来可以直接娶过路德 而不是作为致敬的亲人来娶他 因为这样 他和路德所生的长子 就不需要归属路德的前夫 而是算他自己的 但是他尊重路德的要求 甘心付出代价 按着路德要求的方式 必为他行 然而按照律法 还有一位是比波阿斯 更近的亲人 他必须依照律法手续 等待那位更近的亲人 放弃了自己亲人的本分 然后他才能照着路德 所要求的方式去迎娶路德 路德和乃欧米 已经认定 波阿斯是他们最近的亲厨 而从波阿斯的回答中 可以看出 他已经考虑过 取路德为妻的这件事了 显然 他不可能考虑与乃欧米结婚 因为乃欧米已经年迈 不能再生育了 而在波利恒城里 还有一位比波阿斯 更近的亲属 他具有取路德的优先权 除非那个人放弃这个权力 才能够轮到波阿斯 因为波阿斯 曾经这么考虑过 才能够在路德 一提出来的时候 就说出 他不能够轻易 跳过这个更近的亲属 他必须照着神的律法 来做才行 看出来 双方 路德 波阿斯 都是在神的律法的规范之下 来做 波阿斯说 凡你所说的 我必为你行 在此 波阿斯没有提出半句 关于不同的民族 还有文化上的差异 却按照神的律法规定 要按着路德的要求去行 因为他在路德的人格中发现了 超越世俗观念 与利害关系的爱 路德爱神 爱神的话 爱婆婆 爱福家 所以他自己也以同样的爱 来回应路德 在这里我们看见 路德是高举神的律法 波阿斯也是遵循神的律法 这才是这段婚姻 蒙神祝福的原因 当我们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了 神的国和神的义 都是建立在神的话 也就是律法上的 我们要把神的话 也就是神的国和他的义 摆在第一位 路德便在他脚边 躺到黎明 人彼此还不能辨认的时候 就起来了 因为波阿斯说 不可以使人知道 有女子到河场上来 波阿斯在这里说这句话 有女子到河场上来 这是他自言自语的话 波阿斯非常体谅 这个路德来到河场上 半夜来这件事情 不可以让人知道的 他又说 把你所批的外衣拿来打开 他打开了 波阿斯就量了六波鸡大麦 放在他肩上 他便进城去了 波阿斯说 不可以使人知道 有女子到河场上来 原文是波阿斯自言自语 因为他这话的对象不是路德 当时也没有其他的人在场 波阿斯的确细心 顾念到路德的名声 不可以让人知道 有女子到河场上来 波阿斯不仅仅是个大财主 还相当有精力 细心护卫了路德 路德原先所担心的 都不成问题了 不仅如此 路德便在他脚边 躺到黎明 路德非常守本分 虽然他感觉 波阿斯喜欢他 也有意思娶他 但他还是守的本分 躺在波阿斯的脚膛 如同婢女 直到黎明 而波阿斯也能够控制着情欲 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占了便宜 他尊重路德 也敬畏这位看不见的 却是无所不在的耶和华 他更是遵循律法的规定 在十节中有两节提到 不可以奸淫 也不可以贪爱灵舍的妻子 保罗在加拉太书 列出了九项 那灵的果子 最后一项就是节制 节制在旧约时候 就是敬畏无所不在的神 遵循神的律法 不任意而行 在新年里就是不造肉体 却凭着灵而行 活在我们人的灵和那灵 调和的灵里 天快亮了 路德即将离开 波阿斯的慈联爱心 又特意给了路德六波基大脉 放在他的外衣里 让他带回去 这六波基大脉 是波阿斯向美奥米表明 他必然对这件事会负责到底 也让路德心里能得体恤 波阿斯冷静 又有恩慈的处理这件事 显示了他有节制 是在生命中作王的风度 道德高尚 行为纯洁 断世有智慧 并且有宽广爱民之心 又有负责任的王者信实 这就是主耶稣 作王的代表 这是波阿斯 在生命中 作王的表显 我们也看见 路德一直顺从 就一直蒙恩 他一路顺从婆婆 从摩押地到了伯利恒 又来到乡间 田间持取卖穗 顺从波阿斯 不要去到别人的田里 他又顺从婆婆 奇怪的建议 下到河场上 现在他又顺从波阿斯 他必定会为他成就 就回了家去等候 因为他的一直顺从 神就安排他与波阿斯 成了家 建立了大魏王 和基督的家世 主耶稣也是顺从 父神的旨意 死在十字架上 神就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在耶稣的名里 万息都要跪拜 万口都要公开承认 耶稣基督为主 始终要归于父神 顺从 不是在顺经中临到我们的 乃是在苦难中学习来的 主耶稣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成全 就对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 我们不要害怕苦难 也不要躲避苦难 苦难是神为我们 量身定做的安排 为要成全我们得着完全的救恩 路德回到婆婆那里 婆婆说 女儿啊怎么样呢 路德就将那人为他所行的一切 都告诉婆婆 又说 他给了我这六波机大麦 因他说 你不可以空手回去 见你的婆婆 婆婆说 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 看这事怎样成就 因为那人 今日不办成这事 必不休息 波阿斯说 你不可以空手回去 见你的婆婆的空手 原文是与 纳奥米活到伯利恒说 他空空的回来 就是同一个字 意思是徒劳的 虚空的 波阿斯叫路德 不可以空手回去 见你的婆婆 表明 纳奥米徒劳 虚空的日子 将要过去了 因此这六波机大麦 是为了 纳奥米 波阿斯这个名字中的 其中两个意思是 快速和满有能力 他做事的风格 正和他的名字一样 纳奥米看见了 这六波机大麦 就确信 波阿斯 今日不办成这事 必已不休息 波阿斯不仅快速 他也有能力 来做成 路德做完了 他所当做的事 纳奥米就吩咐他 只管安坐等候 看这是怎样成就 这也是主耶稣 对每一个信徒的吩咐 依靠神 完全交托给神的人 不是什么都不做 光是被动的休息 等候神为我们做成 而是按着神的旨意 与吩咐 殷勤地先做好自己 当做的本分 然后就在安息里 只管安坐等候 看这件事怎样成就 以前 五章七节 彼得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主神 因为他 顾念你们 我们做完了 我们当做的份 我们就 安坐等候 进入安息 因为神所要成就的 他必然会以 他的方式 按照他所定义的 时间表来成就 在这一章里 我们看见了路德的顺从 波阿斯的体量 两个人的遵循律法 也看见了他们之间的 关怀与爱情 然而我们也要看见 纳奥米关心路德的归宿 为他寻找波阿斯 为配偶的事 当路德第一次 把拾取的麦穗 带回家的时候 纳奥米就问说 是谁的田里 当路德说是在波阿斯的田里 纳奥米就认出 那个人与我们相近 是我们的亲人 他里面就知道 这个亲人 是有资格来赎回 他夫家的产业 也能够迎娶路德的 纳奥米并不满足于 在波阿斯的田里 拾取一点麦穗为生 他要为路德找到一个 敬畏神 遵循律法的丈夫 与路德成家 是路德得享福的丈夫 波阿斯在各方面 都符合这些标准 还远远超过他所希望的 因为波阿斯主耶稣的预表 在黑暗的世事时代 发光如新 我们也愿意学习 纳奥米关心年幼信徒的 属灵幸福 不只是有粮食吃 有短暂的福分就好了 要把他们服饰到 波阿斯的翅膀底下 让他们都嫁给基督 然而我们在帮助圣徒的时候 需要好好祷告 不可以像 纳奥米那样的天然 又行自己眼中 看为正的事 没有祷告 就说了不合一的建议 差点惹出祸来 我们的存心要清洁 更要谦卑 我们是把圣徒 交在主的手中 只有主 才能够负责他们的一生 我们只是帮助他们 寻求主的引领 不要阅主带袍 替他们做主 求主祝福 每一位圣徒 都能嫁给基督 阿们 感谢主 好 我今天的交通 就停在这里 我肯定是 我肯定是